除了500她绝对是最会骗钱的乐坛毒药 2007年在莫文卫的演唱会上 莫文卫第一次唱歌唱到崩溃 因为在莫文卫举办演唱会的前一天 她最爱的那个人宣布了新的恋情 隔天莫文卫把这首《她不爱我》唱到哽咽 我知道她不爱我 她的眼神已经说出她的心 那年在莫文卫被爆出情伤后 李永浩说自己虽然和莫文卫不熟悉 但总感觉和她相识已久 当晚李永浩将自己一个人锁在录音上 几天过后便写下这首《慢慢喜欢你》 最终莫文卫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笑着唱出了《慢慢喜欢你》 伴随着莫文卫的事业逐渐达到巅峰 吴白也曾亲自为她创作歌曲 那年吴白为她创作的坚强的理由 彻底奠定了莫文卫在乐坛的天后地位 吴白和李宗盛为其作陪陈 莫文卫凭什么这么好 2017年在韩国的猫猫颁奖典礼上 当其他歌手都沉浸在翻唱时 莫文卫带着一首歌曲《沙向韩国》 并告诉韩国这才是华语乐坛 就像她歌声中唱的那样 这世间难逃命运 因为在她还未曾出道前 却是她最黑暗的那两年 早年间在莫文卫刚刚进入滚的时候 李宗盛却并未看上她 反而却直接将她血藏 但令李宗盛都未曾想到的是 莫文卫在97年推出的专辑做自己 单单是销量就高达80万张 而伴随着莫文卫的报复 李宗盛也不由后悔没能留住她 以至于在2000年莫文卫的演唱会 李宗盛却是主动前往做陪衬 然而令莫文卫都不知道的是 李宗盛为她写的歌大多数都是 自己对林一连没来得及表达的话 哪怕再过30年姓丹女神还是莫文卫 2017年在某英宗的舞台上 莫文卫却遭到大多数人的质疑 因为在大多数的歌手看来 莫文卫也只会唱情歌 虽然出场就是王炸的莫文卫 却只能将所有不甘唱进歌中 然而这还不是莫文卫最巅峰的时候 在这档英宗上在赛制的压力下 莫文卫却做了一件震惊于圈的事 甚至连乐坛一歌杨坤都目不转睛 即使唱功不输含红的她 却最终遗憾那年的春晚 去年的春晚舞台上 节目组邀请韩红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 但仿佛只有莫文卫才能唱出那种感觉